前两天陕西西安有一个小区门口贴出了一封信 引来很多人的围观 原来是一个二年级小学二年级的小朋友叫林林 她的生日礼物是手机 但是这手机让小偷偷跑了 所以林林这孩子就写了这么一封信 恳求小偷能不能把手机还给他 不过孩子天真的想法并没有能够打动小偷 但是却打动了警察 很快手机找回来了 我叫林林今年八岁半 昨天妈妈和爸爸给我买了一个生日礼物 一个很漂亮的手机 我很喜欢放在枕头边早上起来却不见了 听妈妈说是小偷叔叔拿去了 我很想要回这个礼物 叔叔您能还给我吗 在信中林林语气单纯恳切 不但简单陈述了事情的经过 还用商量的口吻告诉小偷自己难过的心情 信的最后还画了几个小人和一部手机 林林为什么要给小偷写这样一封信 因为我想让叔叔把电话还给我 我可伤心了 那你我看你底下画了几幅画 那个画是什么意思啊 那是我的表情 我画那些 因为我平时也喜欢画画 我想让小偷感动小偷叔叔 然后我还想让他不要偷别人的东西 把东西还给人家 以后也不要偷 林林告诉我们 给小偷写信的事 她并没有告诉爸爸妈妈 她的妈妈王女士也是在小区的告示栏里 看到女儿写的这封信 挺惊讶的 孩子有这个想法 因为孩子小嘛 她的心理肯定是很单纯的 这封信贴在小区里 母女二人也没有期望真的把手机找回来 小区里的居民也都把这当成一个 充满童趣的故事来听 不过辖区派出所可没这么想 他们判定这是一起入室盗窃案 甚至抽调专人成立了专案组 决心要帮林林找回这部被盗的手机 从小朋友写给小偷的信 同时也写给我们警察的一封信 很深深地触动了我们 触动了全所 然后有所里就立即组织 20名民警开始对此案件进行侦破 26号的下午将闲人走在丁管抓获 中有大的 美 复 抚 感谢观看